准妈妈你们知道吗?其实抬宝宝在准妈妈肚子里的时候,就已经有了思维,并且在准妈妈怀孕两个月,也就是怀孕第五周的时候,宝宝就能对刺激做出相应的反应,而当宝宝到了准妈妈怀孕第三个月的时候,就已经学会了摇头以及蹬脚的动作,甚至到了准妈妈怀孕八个月的时候,宝宝还会出现发脾气的现象呢。 而且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因为宝宝在准妈妈的肚子里出现缺氧了,这个时候的准妈妈不要忽视,怀孕期间,这个时间段最容易使胎儿宫内缺氧,孕妈别大意了,孕八月,胎儿为什么更容易缺氧? 当准妈妈到了怀孕八个月左右的时候,这个时候的宝宝正在不断的发育成长,并且准妈妈的子宫也会随着宝宝的成长而逐渐变大,并且这个时候的宝宝非常容易出现缺氧,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宝宝期待绕紧的现象。 并且怀孕八个月也是怀孕晚期了,这个时候准妈妈体内的胎盘会慢慢的变得老化,并且供养的功能也会稍微弱一些。 所以这个时候的准妈妈,要随时观察宝宝的胎动现象。 当宝宝出现异常的平凡或者安静的胎动现象,那么都有可能是宝宝缺氧了。 孕妈如果判断胎儿是否缺氧,一,胎动是反应胎儿的情语表,生过宝宝的女性都知道,一般在准妈妈怀孕四个月左右的时候,就可以感觉到宝宝的胎动现象了。 并且生过孩子的准妈妈也都知道,胎动现象是宝宝健康发育的情语表,并且在准妈妈怀孕四个月以后,胎宝宝在不断的成长发育,并且胎动现象也会越来越强烈。 但是如果准妈妈在怀孕期间,感觉到宝宝的胎动现象比之前强烈或者减少的话,那么这很有可能是宝宝出现了缺氧,准妈妈不要大意了。 二,氧水量减少,是慢性缺氧的信号,一般准妈妈体内的氧水深度是不能小于两厘米的。 如果准妈妈体内的氧水小于两厘米的话,或者是准妈妈体内的氧水指数小于五,那么这就说明胎宝宝在准妈妈的肚子里出现了缺氧的现象。 这样会影响到宝宝的健康发育,并且当准妈妈离预产期的时候做了孕检,医生检查到准妈妈体内的氧水不多,那么也是会建议准妈妈营产的。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,你可以分享到你的朋友圈,让更多的人受益,同时你也可以关注,将每天为你更新被孕怀孕等育儿知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